读热点话题解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马亦林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ABC 取消了原定在星期四 在新行报審以州举行的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 原因是德桑提斯是唯一一个同意参加今次辩论的参选人 此前 黎基·克尼在爱河华州初选中出师不利 他之后表示除非特朗普参与这次辩论 否则他也不会参加 克尼的这个决定也为之后将在星期一 22日举行的另一场共和党初选辩论带来不确定性 参议院星期26日迈出了退进一项临时支出法案的第一步 以避免政府继续周末部分关门 同时亦都为通过一项更广泛的两党拨款法案赢得的时间 李二汉新通过的法案将会对一些联邦机构的拨款 暂时现场去到3月8日 68票赞成13票反对的一边倒的结果 反映了参议院对这一项法案的大力支持 但在中医院势必要遇到更大的阻力 预计今个星期迟点的时候 中医院将会对该法案进行投票 埃河华州初选结果出路之后 对获得第二名的德桑提斯来说 下星期的新汉布夏州初选 他是非赢不可 但他需要利基克里输 如果克里在新汉布夏州再次失利 然后又输了他的家乡南奈纳 那就可以说共和党总船提名之前只剩下德桑提斯和特朗普 但对佛罗里达州州长来说矛盾的是 如果特朗普连续拿下第二个州的初选 他可能就会势不可挡 从没有共和党人在赢得这两个州后失去党内提名 在亨特拜登的律师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 重新开始讨论安排他的作战一期之后 众议院已经停止退进对亨特藐视国会罪的提起诉讼的一项决议 因为在对他的总统父亲的弹劾调查中拒绝接受传唤 来两个委员会建议众议院全体指控亨特藐视国会 亨特的律师阿贝·诺威尔表示先前的传票程序上有问题 在法律上无效 诺威尔说如果委员会发出新传票 亨特的法律团队将会代表当事人接受 纽约州州长霍楚星期已公布了该州 2330亿美元的预算 其中包括提供24亿美元用于帮助纽约市建对移民危机 因为移民不断涌来,另一个成本增加了5亿美元 在上星期的周程致民演讲中 霍楚只是简单讲到了移民危机 而是星期二,另一个议题已经成为焦点所在 霍楚提出了一男子计划 将帮助支付收容移民的费用 同时亦为与支配套的人员服务提供资金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传播内容 感谢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格TV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